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哪怕是你蹲得很低 蹲得很低 我一转 也要把你给撂倒的 对不对 何况你还主动的抬起腿来 第二 当你抬腿的时候 你盯着膝盖 你想抬着往前迈 你根本迈不出去 这样根本迈不出去 不信我 我推着你 你试试 来 你往前迈 是不是出不去 对方的力量完全顶着 汤步看上去是汤步 实际上汤子也是伸法 当你顶住之后 你的力量是直的 我用身上的劲 我从底下把你给顶上来 这个劲是很大的 尚云祥说过 腿似战马 他要冲着对方走 腿似战马在实战过程中 传统拳 腿要催根 什么叫催根 一接触 腿就把人撞出去 当然我们实战的时候不会那么友好 有可能一接 膝盖一下就把人撞出去了 这下打上去多疼 是不是 所以大家看行翼船的步伐 不是让你把根 这不叫行死怀虫 真正的行死怀虫是指的身形 身形上像怀虫一样 这是发出整体的张力来 那为什么大家还有错误的理解呢 其实如果他们加一下我们的微信 看一下我们免费的80个体验课 有可能就明白了